第1200集 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会解决的 叶好轩微微一笑 皮尔 我建议 就算是打开了局面以前 在前期 即使是用药的需求量很大 你的库存也很多 我也不建议你把所有的药投入市场 为什么 不满足市场 皮尔有些疑惑地看着叶好轩 我们一直认为 消费者是十分没有耐心的 尤其是现在的市场 竞争力很大 除了我们的家族之外 还有其他的几个家族 也在瓜分市场 如果我们不趁着需求量 大的时候满足市场 我们抢来的市场 很快就会被别人吞没的 错了 你不懂人的心理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道 首先 我所说的打开局面 肯定是让所有人都接受中医 我会告诉人们 中药 有着西药媲美不了的效果 不要怀疑中医的影响力 那种全新的治疗方式 一定会让他们接受的 而且 不满足市场 这是一种营销的方式 市场永远都是饱和的 这已经养成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理 他们觉得现在市场的竞争力度大 不管是再好的市场 只要市场有需求 货就会源源不断地运来 但是我相信 今天偏偏见走偏锋 我们华夏有句话说得好 欺不如窃 窃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你不要低估了一个人的好奇心 有些时候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他们越是想得到 这种营销的方式 在我们华夏某款手机上 已经得到了验证 事实证明他很成功啊 原来如此 皮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到 哦耶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种营销方式我也听说过 它就叫做饥饿营销 事实上 你们的那款手机 也曾经想在我们这里搞那种营销 不过他们没有成功 毕竟华夏和美国的国情是有区别的 那是他们的产品 没有经得住你们市场的考验 如果一款产品 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我觉得一定会成功的 好吧 我承认 我被你说服了 我觉得这种方式 我倒可以认真地去试一试 说不定真的 会让我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呢 皮尔开始心动了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先交给我吧 叶浩轩微微一笑 我让你找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 身体有病的人 你找到了吗 唉 别提了 我找到了法兰卡那个老东西 皮尔有些郁闷地喝了一口酒 那老家伙很有声望 他是美国的一家社交网站著名的投资人 而且他名下有着一家美国时尚杂志社 他的宣传能力是十分强大的 如果你想搞这种营销方式 在这个老小子那里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由于我和这家伙理念上有冲突 所以我们之间一直都不太友好 我找到他 并许诺了很多好处 可是这家伙直接拒绝了 这倒是个麻烦呢 叶好璇想了想 就是不知道这家伙的家里 有没有病人需要看病的 哦 这个就不知道了 而且我觉得 找他之后还不如不找他 这家伙直接告诉我 他要把我们的事情给讲黄 我丝毫不质疑 他有这个实力 因为他的网站和杂志社影响力太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保镖匆匆地走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份杂志 跑到了皮尔的身边说了几句 皮尔拿起了杂志 看了几年 然后他有些暴怒地 把手中的杂志给丢到了桌子上 Fuck 亲爱的爷 你看 这家伙已经开始行动了 皮尔指了指桌子上的杂志他 你看 这杂志医学版面上 有一篇诋毁中医的杂志 作者是匿名的 我觉得一定是这家伙搞的鬼 叶浩轩接过了杂志 在他的手里翻了几下 只见有一篇大篇幅的新闻 在最前面的页面上 叶浩轩拿出了翻译机 扫描了一下 这些英文在翻译机上 转换成了中文 一篇十分犀利的文章 这文章指出了中医的弊端 当然 这些弊端是子虚乌有的 只是造谣者为了夸大其词 故意地抹黑罢了 上面指出中医的不科学之处 而且以很尖锐的观点 指出中医所用的草药与虫子 其实治不了大病 而且这些东西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 就进入了人的身体 很有可能会滋生寄生虫的 更重要的是 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叶浩轩 所谓的医生 只是打着一个中医的皇子 行骗的骗子罢了 好家伙 叶浩轩都被气乐了 这篇文章的含金量是一点也不大 一看就知道是搜集的中医一些资料 东拼西凑出来 为了黑中医的文章啊 其中一些看起来十分专业的观点 其实一点也不专业 不过这不是专业的医学杂志 而是杂志营养片的一个版面 这一般来说 专业的人士不会看这些 只有一些普通人才会看 而普通人一看 这百分之百的就会被这里面的东西 给唬住的 我们被人黑了呀 你觉得这家伙是谁 叶浩轩把杂志丢到了一边岛 另外 这家杂志社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很大 皮尔生气的说 这肯定是法兰卡那个老东西搞的鬼 Fuck 这老东西不帮忙就算了 他还要黑我们一下 叶 我要报这个仇 报仇是肯定的 不过 我们要先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给降到最小 如你所说 这家伙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如果普通人看了这篇文章 一定会被其中的布什给影响到的 这个不急 我们要慢慢来 我想只要他想抹黑我们 那么他肯定不会就做这么一个动作 他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行动来抹黑我们的 叶浩轩小的 我们要清楚 这个叫法兰卡的老家伙 到底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 还是他真的想和你过意不惧 叶 听你这么一说 我反倒是想起来了 皮尔想了想到 这家伙是一个财迷 他也是一个色鬼 我找他的时候 开出来的价码并不低 但是这老家伙拒绝了 而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想 这两件事情一定不是巧合吧 不错 这两件事情绝对不是巧合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的幕后一定有人支持他这么做呀 混蛋 让我查出来是谁 我会让他好看的 皮尔愤怒地把杯子摔到了地上 谁和你过不去 我想你心里应该有输吧 叶浩轩笑的 呵呵呵 你们的竞争对手 肯定已经嗅到了医药市场 即将发生的改变 而现在长期只和你谈成了合作意向 如果中医一旦引进成功 最大的受益者是你 虽然市场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输了算 但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占据了最有力的条件 仅凭这个 你就可以把他们给甩得远远的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去阻止你做这些事情 啊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一个华人 他的名字叫做梁盈 这家伙的祖籍是你们华下的 在美国他和我比起来算得上是一个对手 他的公司叫做盈胜之药 我们和他们一直是竞争对手 皮尔想了想到 现在也只有这家伙最有可能做这些事情 那就监视好那孙子 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再说 我们一出手就是杀招 不能出一点意外 这些孙子们如果不老实 那就打到他们老实为止 叶好喧小的 哦 该死的 他们已经开始第二步计划了 皮尔拿着一个平板 只见上面有一个视频 视频里有一位衣冠楚楚的秃头 在讲着什么 这个秃头是医药行业的老板 他掌控着全美的医药命脉 而且他还是一个分量极重的一员 这家伙说的话对我们十分的不利 皮尔怒道 他在说些什么 视频上的老外似乎是在媒体上发表着什么演讲 但是他讲的话 叶好玄一句也听不懂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皮尔道 他说中医现在还正在考察阶段 在没有通过美国医科研究院的结论证明中医能治病之前 这种医术包括中药不能流入到美国 甚至你带来的那些中医团队在没有西医的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更不能给任何人治病的 这家伙有些欺负人了呀 叶好轩盯着视频中慷慨沉慈的那个老头道 他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我得拜访拜访他了 他是弗兰德 一位重要的议员 该死我低估了那个叫做梁宁的家伙 他这一次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我们给玩死的 行吧 看他们还能玩什么花样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不过我觉得他们笑不了多久了 让他们嚣张几天吧 叶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皮尔重重的一拳砸在桌子上 哼 我要让他们知道 在美国的医药行业里 谁才是老大 不 我觉得这件事情由我处理比较好 毕竟 是我想把中医带到美国来的 而且我也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现在惹了不该惹的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这句话诚然不错 即使是在美国 也是这样 接下来的几天里 关于中医的负面报道 铺天盖地地扑了过来 因为一个接着一个有分量的人站起来声讨中医 他们声称这门医学是伪科学 叶浩轩治好绝症的事情只是划下了一个骗语 不管是在哪里 只要事情闹大了 民众们就不会管真相到底是什么 再加上有那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 站出来声讨中医 现在的中医在美国啊 颇有几分过街老鼠的感觉 这就好像是前段时间 有国外的人说华夏人 用人肉做罐头的事情一样 本来就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渐渐地在这里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了 叶医生啊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中医团队的那些老中医们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来到美国有好几天了 他们都是怀着一腔热血来到美国 想把老祖宗的东西带给世界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直接被人来了一次迎头痛击 他们的中医医师资格证 以及在华夏不管走到哪里 都要被当地的医疗机构捧着的老资格 在这里完全的不管用了 他们的一诊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这里的卫生部不认可他们的医师资格证 他们真的是有心无力 大家上安勿躁 叶好玄笑了笑 我知道大家这几天过得很不爽 因为我们的中医 在这里被那些没有见识的家伙们 贬低的一文也不值 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些 叶好玄站起来 他环食了一周到 你们是一个全新的医疗团队 之前我带着一个中医团队 去窝国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只会比这里的更加严重 但是大家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现在我们的中医在窝国很受欢迎 我知道大家在国内都是一等一的医道高手 在这里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很委屈的 但我只想让大家暂时地忍一忍 我保证再过几天我们就会反击 我们会把那些人给一个个的打趴下 叶医生啊 你说的这些大家听了不止一次了 一个年老的老中医站了起来 他盯着叶好玄道 我们来这里并不是游山玩水的 中医一直以来是很具有争议的 我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中医会有这样的地位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啊 但是我们的心情也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来这里是把一门好的医术带给他们的 是为他们减轻痛苦的 而不是求着他们的 就他们这样的态度我接受不了 老中医的脾气不太好啊 你说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着呢 你说我的医术不是那么的一文不值 他们接受得了 我们就把中医带给他们 他们接受不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走 这位老中医的名字叫做马德长 之前是在一个小地方 开着一家祖传的诊所看病的 他的医术不错 经验也十分的丰富 但正是因为中医没落 所以他才一直的默默无闻 直到中医诊堂的人找到他 把他挖过来 啊家伙 他这才算是扬了眉吐了气了 打心底他是感谢叶好轩的 但是他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让他的心情十分的不好 马老啊 请给我一点时间 叶好轩小道 我知道你的心情 事实上我比你们更着急 但是你也知道 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让那些骄傲的家伙们 回过头来求你们 马老啊 那叶医生的能力 我们是信得过的 那本来以咱们的想法啊 那老祖宗的东西是属于华夏的 是不能带给这些羊鬼子的 但是叶医生说的也对啊 中医呢 不能一味的缩起来自己发展 也只有让世界认可了中医 才能让中医真正的发扬光大 另外一位老中医也站起来道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着急嘛 叶医生这么淡定 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安排的 虽然心里还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你说多了也没有用 马老叹了一口气 行 老冯啊 那是我太着急了 叶医生啊 我听你的 我再等等 行 大家心平气和地等吧 我保证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大家散会 好不容易出国一次 大家也领略一下 美国的风情吧 在这里好好地玩几天 恐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有大家忙的 叶浩璇笑道 散会了 叶浩璇回到了罗马酒店 回来了 今天那帮老人家 有没有为难你啊 李延欣站起来笑道 其实中医的计划受阻 最着急的还是那些老中医们 这一次的中医团队 是一个全新的中医团队 是由一批老人家组成的 因为在华夏 成名的中医 一般都是白发苍苍的 老头 老太太 这些人一般都是大半辈子 没有离开过家乡的 啊 现在突然跑到了几千里外的美国 所以他们着急 也是属于人之常情的